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英超本轮焦点战将在周日深夜打响 利物浦坐镇燕飞路球场迎战曼城 作为上季联赛冠亚军 两队经济境遇大不同 在得到爱宁 下兰特之后 曼城继续高歌猛进 反观高普执教利物浦的第七年 队内伤病较多的情况下 球员动力明显不足 目前距离欧冠联区域越来越远 对比之下 曼城此番攻线燕飞路球场几率不低 高普执教利物浦以来 球队可以说相当成功 他们在联赛 国内杯赛 欧冠联以及试冠杯都成功捧起过冠军奖杯 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 利物浦似乎进入了高峰转下坡的时期 从今夏的军备竞赛 利物浦就落后英超其他竞争对手一个身位不止 较为有实力的心缘只有达云 纽尼斯一人 但此子最近也是被人质疑水祸 入球能力不足 目前联赛只收获两个入球 在今夏转会窗实力没有得到较大的提升之外 利物浦经济的伤病依然困扰着他们 特伦 阿里山大阿诺 卓尔 马迪普和洛尔斯 迪亚斯等多名球员金杖都将阴伤缺阵 这对高普的排兵不振以及战术施展有极大的影响 虽然利物浦在欧冠联小组赛斩获三连胜 但他们未能将卑赛的良好状态延续到联赛中 八轮踢完 红军只路得2胜4和2负 击10分排在中游位置令人失望 进攻依然没有任何问题 军场入2.5球 罗巴图 费明奴和穆罕默德 沙拿依然是球队主力得分手 造成利物浦经济未能取得更多胜利的主因是防守稳健度的下滑 军场是1.5球比上级多一倍不止 曾经的定海神针维基尔 云迪克在大伤回来之后 运动能力明显下降 此番面对游出登英超赛场就大开杀戒的爱宁 夏兰特的冲击 利物浦防线被击溃并不意外 从中东金主入主曼城之后 球队就摇身一变 变为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 但在近几季 他们在临门一角始终差点溢死 封线缺少顶尖射手 也是蓝月亮不能登顶欧洲的重要原因之一 曼城今夏终于完成这一环节的补强 他们如愿得到了爱宁 夏兰特 此次的到来宣布曼城就集体已经完成 经济联赛和欧贯联的比赛 蓝月亮录得十胜三合的不败战绩 对于哥迪奥拿而言 他每一场都面临幸福的烦恼 挑选哪十一名正选球员出战 毕竟球队的阵容班底相当雄厚 主力与后辈的实力差距不大 后辈上阵的球员也能交足功课 这领其他球队相当羡慕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 奇云 迪布尼和爱宁 夏兰特的进攻组合 前者的传送能力极佳 而且富有想象力以及穿透力 而后者终结能力 身体素质和强点意识都是现今前锋 最好的之一 二人合作可谓一拍即合 奇云 迪布尼经济联赛已经送出九次助攻 而爱宁 夏兰特则攻入十五球之多 入球记录破了一项又一项 他们经账志在肆虐利物浦的防线 另外 曼城过去二季联赛 做客对阵利物浦路德宜胜意和占据优势 而且进攻火力全开 军场入三球之多 此番携联赛三连胜再次出征燕飞路球场 曼城不胜无归 阵容方面 后卫约翰 史东斯和中场卡云 菲拉斯等人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